请外面同学进来 已经上课了 同学我们只上了一个上课 只上这个礼拜 13、14、15 上个礼拜的上课 然后其他的 接下来就各位同学报告 那有些同学的领祖别的 谈谈状况 再加一把劲 再加一把劲 然后那个大部分同学里的 那个礼拜三晚上的 FB讨论都还OK 但是有些 昨天晚上我看到有些主角 就是文章没有读 就在上面讨论 然后也不晓得搞什么东西 别忘记那个 那个是特地 我们 我们系上跟我们学校 同时花了很多钱 请了我们这么昂贵的TA 来跟各位讨论的 那他们要花 坐那边跟各位 花两个小时时间 都是要算钱的 都是要算钱的 那你们在其他课程是没有 是不可能有这样子的待遇的 所以请你们不要放弃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不要什么书都没有 念去那边 忍不晓该怎么办 那大部分同学都 都非常好 大部分同学都非常好 就是说讨论起来 还蛮热烈的 他提出很多很有趣的 很深刻的一些议题 同学又有一个障碍者出现了 同学怎么了 受伤 是什么原因 打架 打架吗 没有 打架 没有 还有受伤 受伤 好 好所以 你看吧 你受伤 你终于知道 知道障碍者的感觉了吧 终于知道说 为什么摩托车 那么讨论业了吧 知道说 完全没有那一条路 可以让人家走了吧 好 所以同学 我们整个空间上的问题 好吗 你只要遭遇这样子的情况 你就知道 要改变了 好 来我们继续 上个礼拜我们考虑的东西 家庭还有一点点东西 再稍微回顾一下 我们讲到这张照片的真实性 那照片 可以知道 看起来是真的 实际上 没有一张 没有任何一张照片是真的 照片 在我们现在社会的作用 最重要的就是 创造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霸权 要你去相信 他是真的 相信这个是真的 相信 好 所以神话 这张投影片我不断的再播放 就是要跟各位讲这个概念 我们人类所有的事情都是人为的 没有所谓自然的 包括我们自然科学 那个也都是人为的 好 所以神话就是把人为的东西搞得像是自然的 所以当你们听到很多人都说 这个不自然 这个不是自然的 其实 那些都是假的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人为的 他们认为自然都是人为的 所以也就牵着到 就讲到我们社会学很重要的概念 建构生实 很多我们社会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你们想说 这个 同学这是什么东西 杯子 你怎么知道是杯子 你怎么知道是杯子 他可不可以是花瓶 可以啊 他可是不是叶湖 可以啊 对啊 不然你第一环英是杯子呢 好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建构出来的 是我在文化里面建构出来的 那既然是建构出来的 当你它是相信它是真的时候 它就有真实的后果 比例像说 当你相信这个是叶湖的时候 你会不会喝水 不会吧 对不对 那当你相信它是什么的时候 就会有真实的后果 你就不会把它拿来当做杯子来用 好 同样的 当你相信它是花瓶的时候 你大概也不会用它来喝水 好 所以大概 我们社会学在讲的就是 所有人为的东西 都是透过我们人类的文化跟知识 去建构出来的 包括自然科学的知识也都一样 像这样子力学 像那个什么光学理论 这些都是人为建构 没有那么自然的 但是当你相信它是真的时候 就会有真的后果 比如像你相信 上礼拜讲的 相信 消费者使用者付费 你相信它就会有特定的效果出来了 你就觉得啊 那这样子 教育部逃到学杂费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那些私立学校 他会付比较多的钱 这有什么关系 好 接下来我们讲到 叫上礼拜讲到家庭 好家庭上礼拜讲东西了 父母对待男女的差异 会不会不太一样 会不会不太一样 那你看一下一些台语 看有没有同学会念的 来第一句 有没有同学会念的 来 有同学举手一下 最后面那位 藍衣服男同学 来 哈哈哈哈 来念一下 喝点 听不嘴没白黑 听不嘴 十三台 哈哈哈哈 好 讲得不错 都在跟他哭唱一下 不错不错 听不嘴没白黑 听不嘴十三台 意思 看得懂吧 至少你看不懂中文 你也看得懂英文 好 好 OK 下面这句呢 然后呢 来 同学大了一点 刚才第一句话 讲得不错 来 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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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鼓掌鼓掌鼓掌 不错不错 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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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不 有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 对女性的看法是什么 为什么在这个句子里面 有没有出现男性 没有 都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好像家庭里面 都是女生的事 跟男生没什么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在家庭教育里面的 非常性别化的 非常性别化的一个教育方式 好 不过这里面你看 祭拜 祭拜祖先 谁要负责祭拜 媳妇要负责祭拜 他说 一好心不撒登修 撒登修 其实就是我们在祭拜的时候 要煮饭给那个祖先吃 奇怪的 祭拜祖先是男方还是女方 在祭拜 都是男方 可是为什么都是媳妇要拜 好 这个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 一个性别化 性别的社会化的过程 还有比像这个 这个之外 下面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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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会念的 这稍微难一点 后面那位女同学 最后面那位 第二个女同学 嗯对 不会在隔壁的呢 也不会在隔壁 在隔壁 在隔壁 在前面 来 马来西亚同学 那个福建话还好 你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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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同学 这一中文的台语 好 其实就是 好儿子不免多 不免多 不免多 不用多 那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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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子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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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面其实也都是在说 大家跟媳妇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不好的 那好像问题都是出在 媳妇跟婆婆之间的问题 好像跟 跟那个老公都没什么关系 所以你会注意到 整个台湾那个华人世界里面 跟那个家庭 对于男性 基本上是没有赋予他什么责任的 然后都是女生要负责私家 这是我们的 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的性别的问题 那我们又讲到说 家庭生活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念 重要的作用是经济的 经济的 来这句话也是台语的 为什么你们都会 以前课本有吗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来最后面的同学 什么意思 这句话 怕后两次请他 意思就是说 做什么任何艰困的事情 不要指望外人 还是要自己的亲兄弟才能帮忙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家族的事情 靠自己的家族 奇怪这个时候家族里面就没有就没有女性了 就只有男性而已 好像什么事情都是男性在做 很勇猛的样子 不管如何这是在讲经济的 家族经济跟一般的经济是不一样的 我们课本里面是不只要家务分工对不对 家庭里面的交锋都是谁决定的 另外一个家庭里面的事情谁做的比较多 来我问一下你们 你们从小到大 家室 我们讲家室 我们先讲 拖地板好了 扫地拖地板 拖地板的事情是 爸爸妈妈做的举手 拖地板 爸爸妈妈扫地 包括扫地 那是你们小孩子做的举手 你们小孩子做的举手 好不错不错 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小孩子做 好接下来是 洗衣服是爸爸妈妈做的举手 洗衣服 加上一辆衣服 那是小孩子做的举手 小孩子 这稍微少了一点好 买菜是爸爸妈妈买的举手 买菜是你们去买的举手 哇有一个同学 你去买菜 我刚刚忘了放假 你忘了放假 不好意思 好买菜是爸爸妈妈的举手 然后呢买菜是 那个 煮饭是爸爸妈妈的举手 好 煮饭是你们的举手 一个 哇太 太猛了 同学 来只有你 还有你 家里有几个小孩 两个 两个都是你跟你 没有都是我 都是你 真的 嫁给我吧 哈哈哈 你最会煮的是哪一道菜 最会煮的 就 煮菜啊 什么菜 炒高绿菜 煎个蛋 红乎不吃蛋 不吃蛋 你不吃蛋 煎炒个高绿菜 会煎鱼吗 不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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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都谁煮菜而已 这事情谁不会做呢 OK 来 刚才你们说 买菜是你爸爸弄到最多嘛 对不对 买菜是你爸爸去买菜的举手 爸爸买菜的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才六个很少对不对 来七个 怡婷 嗯 你爸爸买菜 你爸爸买菜 对不对 为什么是你爸爸买菜 不是你妈妈买菜 因为家里的经济 不是要靠它 而且 就是 阿妈都会跟爸爸说 要买菜 买菜 然后每次爸爸都买一样 阿妈都会说 他都会买 然后呢 直接买到底是谁买 说爸爸 都爸爸买 妈妈就只会买地瓜叶 就这样 所以妈妈不会买菜 买菜回来谁煮 外老 啊 是外老主 不是你爸爸也不是你妈妈 是阿嬷 不是阿嬷 所以现在是外老主 那谁叫他煮 阿嬷 那妈叫他煮 好吧 看爸爸 还是女性嘛 对不对 还是女性家嘛 不是爸爸 爸爸买菜 但是不是爸爸煮 后面那个同学 你是爸爸煮对不对 对 对 我 你不是这样举手 我是爸爸买菜 爸爸买菜 谁煮 我妈煮 妈煮 有没有爸爸煮饭的 来 举手一下 哇 1 2 3 太好了 爸爸煮饭了 可是是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他不准进厨房 然后 奇怪了 你妈妈会不会进厨房 你妈妈也不行 你现在可能长大以后就变到坏 因为我妈妈在厨房 长大以后就变到你妈妈 是你妈妈实习了十年以后会煮的 真的 因为我妈已经煮了 真的 他煮饭跟你妈妈谁煮的比较好吃 爸爸 爸爸比较好会煮 太厉害了 同学你呢 你现在宝贝来煮 一顺他买菜 妈妈做什么 妈妈洗衣服 洗衣服 脱地板 你妈妈会不会煮 我 谁煮的比较好吃 要吧 好 OK 还有这边呢 爸爸 爸爸煮吧 爸爸会不会买菜 会啊 你们 不允许你们进厨房 不会 不会 好 那你妈妈会不会煮 妈妈一点都不会 不能吃 不能吃 好 你家庭兄弟姐妹 一个哥哥 有没有 其他都没有 就两个人生 好吧 那所以他们三个 这可以看起来吧 大部分还是妈妈组 对不对 大部分还是妈妈组 这个性别分工 很清楚 那所以家务分工 就是 大人做某些事情 小孩子可能做某些事情 但是性别上 爸爸跟妈妈还是分工 比较清楚 有没有 你的妈妈在赚钱 爸爸在家里面的 来 举手一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好 同学 你妈妈赚钱 爸爸在家里面 对不对 爸爸有没有煮饭 爸爸有煮饭 爸爸家里面做什么 教花 做体操 你退销了 好 OK 退销不算 他刚才那个 还有一个同学 这位谁举手的 对 你的 家里情况 爸爸在家里 妈妈出去赚钱 爸爸在家里面 做什么教室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李树 你家呢 爸爸也在家里面 做什么事 刚才最后一个举手的 谁 爸爸在家里面 煮饭 然后 做家事 也没有很多 他会不会出去下面 跟一些人喝下午茶 会 怎么感觉跟贵夫人差不多 去泡茶 不是去喝下午茶 好吧 OK 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 性别分钟的情况 还是 爸爸出卖 妈妈在家里面 爸爸在家里面 妈妈出来工作 大家就觉得 怎么听起来 听起来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不过呢 在国外 很普遍 像我 大麦的朋友 他就是 他说 他是大学毕业 然后他老婆 是专科毕业 但是他老婆呢 是很会做木工的 所以赚的钱比他多 后来他就决定 好吧 那我就在家里面 雇小孩子 太太就出去外面 做木工 赚大钱 但是在台湾的性别关系里面 就不太一样 就是觉得 好像男生要出去赚钱 女生 在家里面 做家事 那 各位可以看到 家事谁在做 有没有看到 基本上 都是太太在做 先生做的比例 稍微有点提高 在过去的20年 有点提高 但是比例上 是不是跟 跟女生差别很大 就是 那分工 分工就可能 两个一起做的比例 有稍微的增加 这个也表示了说 我们的性别关系 在过去几年 也有在转变 但是 但是 这个部分 是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是不是 好 OK 所以家庭 跟经济的关系 是跟性别 很息息相关 那 性的 OK 家庭 也是很重要 传递性的 知识 社会化的过程 的一个地方 当然 各位对性知识的来源 对性的一些 一些想象 或是观点的来源 主要可能都是来自于 同学 或者是来自于 来自于什么 脚本的 来自于 OK 好 但是呢 通常女生的第一次的月事来临 基本上都是由妈妈 这边来教导 教导怎样处理 这个 这些事情 那当女男性 第一次上酒家 过去的经验 大概 以前 现在可能是同侪 以前都是由爸爸带过去的 那华人的家族概念 家族这个概念 就我们讲的家庭 家庭社会化家族的概念 是无限的延伸到各个领域 真的是无限延伸 所以各位都可以说 中山大学的大家伦是谁 杨宏敦 是吗 真的是他吗 他是谁啊 杨宏敦是谁啊 我把你的名字记给他 让他认识你一下 不管如何 你看 真的是家族的观念 在社会里面 真的随处可见 随处可见 而且大家都喜欢 用这个字眼 大家长 大家长 所以各位看到 这个不是我做的 你看吗 胡志强在他的网站上面写说 这什么 台中市的大家长 这个是一个 泰安相公所也讲说 他是一个大家长 土城高中 有没有土城高毕业的 有没有 大山的同学 有一个是土城的 也是大家长 连王金平都说 他自己是大家长 军队里面 他也说他是大家长 青年日报也说 我们是个大家庭 王永 不是王永 对不起 永庆集团 我现在王永庆 我也骂人了 所以他 不是 是永庆集团的 也是大家长的话 我要骂这个人 你看他这个大家长 永别了 最好赶快去 王永庆 你看他六亲 开了我们多少的 云林地区的污染 那其实都是在讲 我们都是大家长 我们都是同一家人 都是家库长 我们照顾你 照顾了多好 多好 问题是什么 有一个公会的会员 就这么讲 有一个大同公会的 他就这么讲 当属长 每次都说 他自己是大家长 每次都说 他自己是大家长 天下哪有一个家长 会这样对待 自己的家人的 白白都是照顾这位 一样都是做你要做 年终奖金 跟其他人 比起来就差很多 你真的是下戏下戚 跟校戏 下戏下戚 跟校戏听得懂吗 就丢死人了 然后东尼湾就是这样 他就学出两公 所以 他们就开始罢工抗议 就说你是个大家长 然后呢 你的薪水 薪水是 我们一般基层员工的几倍 一万倍 那这是大家长吗 我们家长 家庭 不是爸爸妈妈 赚的钱 不是要分 跟子女一起共享吗 那为什么你是一万 你是我的一万倍 我赚一万块 你赚一亿 一万倍跟一亿 就差一万倍 你嘴巴讲 大家长 这个意识形态 好像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然后你跟你一家人 你根本就是 像王永青那样子 家财万贯 结果他所有的员工都是你的最低工资 那这叫大家长吗 所以根本 工人就会看透 这样子虚假的说法 什么叫大家长 胡思想谁跟你大家长啊 对不对 好 所以这家父长制 我们华人社会都会用这样子的概念去复制说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不要计较太多 奇怪 不计较太多 为什么你都赚得比我多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考验的那个意识形态 家长 家父长制的概念 接下来就讲一个多元家庭的现实 好像同学们 你们 你们觉得台湾一夫一妻所组成的家庭 一夫一妻叫小孩子组成家庭 大概占我们全部家庭的百分之多少 觉得占九成的举手 一个 两个 结果占八成的举手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 结果占七成左右的举手 七成左右 二 四 六 六个 结果占六成的举手 占六成的举手 好 大概六个 五成的举手 五成以下举手 一个 两个 这两个认为五成以下 好 我们来看看实际的状况 就我们想象的那个 那个一夫一妻 跟小孩子住在一个家庭里面的情况 这是美国 有结婚 而且有小孩 一夫一妻 有小孩的比例 多少 多少 三十而已 三十而已 那即使 他没有小孩 有一夫一妻的 比例多少 大概多少 六十不大 对不对 整个加起来 六十不大 这是美国 那我们刚才说美国 比较 比较那个嘛 对不对 那看台湾呢 台湾有夫妻 跟 有子女的 在2010年 百分比 多少 多少 才35而已 35而已 然后 他 没有 子女的 这是 这是一个 离婚的夫妻 以后 跟子女同住的 百分多少 百分之七 八 然后他结婚 但是没有小孩死的 多少 十一 十二 十一而已 那这三个加起来 这三个加起来 大概多少 这三个加起来多少 2010年 35加10 45 45再加7 52 是比美国更低 美国刚才算起来要60 不然是2010年 我们是2010年 意思是什么 我们幻想中 从小到大 你们被 公民与道德 生活与伦理那些 训练出来 去思考所谓 因为正常的家庭 叫做一夫一妻 有小孩的家庭 实际上只占 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已 那到底三分之一正常 还是三分之一正常 哪一个才是主流 好 这个资料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家 家务型态 家庭型态 已经非常多元复杂 然后三十万人上街头 他们号称三十万人 好吧 真的假计 即使是三十万人上街头 他们所守护的是什么 他们守护的只不过是 这个非常少数的 这一群人的 所谓的 他们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 实际上完全不是的 有没有注意到 没有金属关系的组合户 有没有人 他们能不能成家 你不会给他们成家 他们实际上已经成家了 很多人他们是因为没有办法 住在一起 好 而且他们是没有金属关系 那单身的比例当然越来越高 那很多就是因为单身 那两个好朋友 两个女性的好朋友 或两个男性的好朋友 他说那以后我老了 谁来照顾我 他帮他们互相照顾 那我互相照顾的时候 我生病的 照现在的规定 是一定要这样子的家庭的亲属 才能够签名 帮他做什么手术 之类的东西 那这些单身的怎么办 而且像说这个 这个还有子女 这个夫妇 只要一个人死掉了 以后怎么办 好 所以呢 从小到大 你们课本里面 跟你们讲的那些 都是假的 所以各位同学 这个百分之五十以下的 只有两个人 其他都有百分之五十以上 因为你们相信的那个 相信的就会有真实的后果 你就会支持 真的我们需要多元成 我们要那个 什么叫真爱联盟 我们要一夫一妻的这种制度 却没考虑到 其他还有这么多不同的人 的组成 好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 多元成家的现实 为什么说很多 要推多元成家 因为现实上 已经转变成这个样子了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家庭的社会化 家庭社会化 好 那社会化 除了家庭之外 还有很多机构 就是教育 教育教育教育 就是计算一下 来那个第十二组跟第十三组 十二组三组组成一组 然后呢 二三组组成一组 不对 一二组组成一组 三四组成一组 第十跟十四组成一组 第八跟第九组成一组 五跟十一组成一组 六跟七组成一组 计算这个 计算这个 然后呢 你算一下说 你爸 你这里面有多少人 爸爸是小学毕业的 有一个人 他就画这个记号 听懂意思吗 听懂意思吗 OK 来赶快算一下 算一下 算一下每一组的情况 天一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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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